攝影師整個跌躺在地 疑似因為拍攝問題 跟特勤幹員爆發扭打衝突 但場內川普的造勢大會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川普造勢演講一場接一場 深思力竭催票 因為超級星期二初選即將登場 全美選前民調顯示 川普大幅領先排名第二的盧比歐 高達33個百分點根本勝券在握 民主黨方面希拉蕊則是以55% 領先黨內勁敵桑德斯的38% 最有可能出現 我個人認為 美國是和永遠都很棒 我們要一起做是 讓美國更加強 超級星期二向來被視為 美國總統提名戰的重頭戲 兩黨超過十週初選 都將在這一天登場 決定數百張黨代表票歸誰 數量龐大 絕對是兩黨初選 定勝負的關鍵決戰 一戰定生死 也難怪兩黨總統參選人 在超級星期二選前之夜 拚死也要毛起來 全力催票 記者是麗珊 綜合報導 記者是麗珊